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呵呵呵呵 想想是那個 就是覺得非常的 實際 那個 大家想 因為今天的三個主題 其實都是 非常生活化的主題 但我一直在想說 你講那個物理的事 也就是說 細菌與生活 事實上那個 那個網路的影片 我講的 很多人是在網路上 遺免傳的非常的平凡 對 然後 講到這個 Hanson 講到綠色裡面 其實都是 非常 非常吸引的事情 可是好像 缺乏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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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所以我比較希望說 大家 從比較正面的角度去審討 說 第一個 這個是一個通識課 因為我原來在問說 這是一個演講 才是一個 還是一個通識課 還是幹什麼 那裡面在Purple 是什麼 對 例如說 最後那個綠色人員 後面講到節約用電 是不是 今天是希望 是我們去產生一些 節約用電的行動 但如果有這個行動的目標的時候 你再我來看 那這個不要不上 對 那那個 戲劇與生活 其實 我在看那個網路影片的時候 我們還要懷疑說 是不是有點誇大 所以 它可以作為一個 導入 但是 我們看那個影片的目的 怎麼是不是 只要把馬桶桶蓋起來就好 因為它會跟你說 其實你也不用擔心 反正你就算吃掉大便 都無所謂 因為 反正你身體還有其他的好聚 會發出幾個問題 所以放入影片的目的 到底 到底是什麼 這個 我是覺得 可能該會可以 那Patter其實也是我們 因為有分享到一些 親人的一些 身體的一些狀況 但是 講了十大特徵要幹什麼 那我也不曉得 這個Hallmark的那一天 Paper 是Science上面的 還是 一個 popular的 Maxime上面的 然後 因為那時 好像我們也都知道 它會身上會轉移 所以 為什麼特別 特別 有那一天 比較 在討論 我要向大家 直接面對那個 那個 這麼 這麼有趣的 我們 我們 怎麼樣去 基於什麼樣的目的 我們可以做什麼樣的進步 的地方 不是 不是要批評那個 今天 今天 Present的同學 但是我覺得 我們可以把它當成一個 因為這是一個 課程 然後 把當天的 跟大家來相當探作 因為這個有點像 我們去年 E哥剛開始 第一次 Present的同學的表現 對 那 可是今天 是辦法報告的 今天是最後一次 反而出現了什麼情況 所以這裡面其實 有一些關鍵性的問題 我想大家可以想想看 對 或者我們已經 上 之前有 聽任何 可以 可以先 我先講 我覺得今天的 就像剛剛老師講 其實這些題目 都很有趣 對 但是我覺得 三位老師其實都 比較專注在 希望讓我們 在很短時間裡面 能夠知道一些 好像是很基本的 某些 分類 或是一個 某一種嘗試 這樣 可是這樣聽起來 就是說 我在下面 我只能聽一下 但其實過程中 我有很多疑問 比如說 比如說 預設能源 這件事情 那老師 是不是已經 確定說 在台下的這些人 都知道這些能源 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它是轉換 變成電能的過程 過程發生什麼事 因為我很多疑問 都是在說 那它轉換成電能的過程中 它會產生什麼東西 但如果 我都會 我剛剛就會在想說 如果從傳統的石化能源 它到底怎麼產生電能 它中間會發生什麼事情 到現在 綠色的能源 它用什麼方式產生電源 然後它中間會發生什麼 如果從這邊的 就是它轉換成電能的過程 可能產生了汙染 或是可能產生了危險 或什麼 來比較的話 就會覺得說 那老師跟我講的 那些 新的綠色的而言 這些什麼什麼東西 就會變成一個意義 而不是好像我只是 我好像是在 老師在告訴我說 有什麼什麼什麼 但是我很難去思考 能量是什麼 可是如果 如果有一點點那種 導引我們 告訴我們說 如何思考 能量的轉換 那能量轉換的過程 可能有什麼 比如說 人會發生什麼事 火力發電 它造成什麼 它過程裡面怎樣 或是說 它能源的利用效率 怎麼樣的時候 我們就會比較 越來越清楚說 對 好像也不是 隨手觀能 而是 其實應該是我們 人類如何要繼續 使用能源這件事情 應該有更多的方式 然後那個 那個戲劇的時候 我後來才侵賴 不過我會想說 就是看了 最後我看到那個演技 然後就在想說 也是一樣的看法 它可能跟後面他說 免疫 免疫系統有關 可是如果我們人身上 有好運的話 其實它在壞菌之間 它會消長或什麼 如果是能從那個影片裡面 那影片派出來的話 好菌和壞菌 比如說 小長 它會發生什麼事 這件事情的話 就會比較容易解說 那戲劇 戲劇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它的作用 有好後患 可是他們 比如說 影片裡面是 有那麼多好菌 吃到大便 但是 沒關係你有好菌 可是看不到有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我好菌 就可以讓它克服的觀念 我覺得是有 對我來說 我很想說 如果有一些那種過程 就是 你在講述的內容裡面 有一些原理 或一些思考 可以在過程裡面提示學生 來想過 就比較不會是 然後 都在下面聽到實驗 然後 那個 癌症 我覺得 一開始用 那個 心理大戰 比喻還好 只是我就突然會想到說 因為有很多醫學 我想很多醫生在寫那個 醫學的專欄的時候 他們就很喜歡用 做這種比喻 但是我覺得 比喻都看來很好 他會很快的 讓人家抓到說 你要講的是什麼意思 可是有時候 我就會覺得 比喻也怪怪的 比如說你在 他們在講說 因為他跟那個女生結論 所以 中間發生很多事情 有人在想說 等一下癌症 等一下癌症中間發生什麼事情 那 我真的要這麼連結嗎 而且 老師你後來在你講的時候 也沒有講清楚說 說 到底 今天發生什麼事情 我反而是告訴你說 就這樣講 舉出實相特徵 可是我有點 比較想知道說 他到底 好人怎麼變成壞 好細胞人 會變成胎細胞 感覺上 他會是我坐在下面聽的時候 一個很想要知道的重點 我大概是這樣 我會覺得 比較是 三位老師比較想要 快的讓大家 散摩到一些概念 一些分類的 基本的東西 可是我比較對決心來講 是 有 有更 更之前的 這些分類 或是這些基本的 是什麼來的那個 知識思考的過程 那是什麼 如果有 可以在過程裡面 告訴你的話 我就會覺得這個 這個我去的課 就是他的生活 對 其實柏偉剛開始在 就是在柏良講的 預算體驗的時候 好像你曾經 在那個 太陽你其實也沒有 對 我一定有在想 因為剛 一開始就定義出來的時候 我馬上就想出來 因為 有現在很多人在說 在講環保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希望 要怎樣 可是都沒有 或是講後面的結果 過程裡面 其實有很多 可以考慮說 大家都對付 所以我才會 你才會 一開始就想入圖 這個定義是什麼 其實柏偉 帶出一個重點 就是說 因為大家太急得 傳授知識 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想要告訴我們 十種特分 想要告訴我們 所有的 預測能源的分類 或者各種細菌的類 幾種細菌 可是這個 這個知識本身 一方面其實它可能是很容易獲得的 所以 學生會覺得說 好像不需要坐在這邊 聽老師講 因為現在的知識 所有實在 你只要 你只要 輸入綠色人員 這個關鍵字 馬上就不找 什麼老實力出來 甚至你輸入生殖人員 對 然後 馬上就聯繫了 很多東西出來 所以我們做老師的講師到底是什麼 就要去幫學生 整理姿勢 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告訴學生 然後再回來考試 看能力把類別背起來 其實就算你背起來會怎麼樣 這個 這個比較是 我覺得是我們這個課裡面 值得我們去思考 但是 我們在很多的通識課上面 其實看到 老師就是 這個是非常typical 非常典型的 通識課的教學方式 找一個比較跟生活有關的主題 然後老師把知識整理一下 然後呢 應付給學生 然後就考了幾種考考 幾種考考 或者有時候人家認為說 這個課本來就應該有營養的 幹嘛考試 然後叫學生 叫報告 學生就隨便撿些些東西 叫報告 然後得到一個很好的充足 這個是我們看到的 那個 那個 現在通識課的 基本上的概念就是這樣 那實際上那個 那個 應科所的同學 也可能常常去支援 上面的一些 自然與中式的 中式課 可是 即使是一個中式課 我們就應該要去問說 這個課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就像那個大學入門 以前有老師 叫學生 墨寫 校桌 墨寫 這個 這個 他的其中考 就是唱教課 那不會算 把人家當掉 對 那大學入門真的就是 就是 就是 目的就是會唱校歌嗎 會配那個 聖美戰爭 這樣就是 就已經達到大學入門的目的 所以我還是回到那個 我們怎麼樣 把這個 這個 到底要交出 其實我們的問題 比較是 這個是指導我們去思考 好 那個 指導我們真正 對 你要給一些 教教 對 因為你也是一科所背景 對 然後你上禮拜 也有 教學 也有教學過 然後你今天做了一個 學生的感覺 做了一個 學生的感覺 老師希望我們的 你不要點話 如果你是 像Google 有這麼大的資訊 我們也是一個 這麼大的資訊 然後我們一樣 可以從網路資訊 得到那個資訊 然後是一個 記憶跟背送的方法 那我們原來的話 是可以自己取得知識 那 老師的 存在性的 目的可能是 要我們去思考 比如說 我們可不可以 自己想辦法 去做 綠色能源 如果在這個課堂上 你該不會 帶給我們這種 這個 一個ID的出來 或者是 我知道了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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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細菌 有沒有什麼實做跟實看 讓我真實可以體會 而不就只是一個 我從網路資訊 這麼大一個資訊 不可以得到 什麼 不同於他 或者想說 痾 比如說 我想知道可能會有 就是學長的話 是不是 應該可以有顯微鏡 然後直接 或者是我在這邊 直接超過藍色 可能就是有實做的部分 不過這些其實我們課程裡 也會有 就是 有 有藍色 或是 只是如果是 把這個課程給一些 通識課程的 選擇 他們可能就沒有經歷這個部分 可是你可以讓他們看到 喔 他們想像中的 Iconax是什麼樣子 或是 其他的醜菌是 什麼樣子 那你可以 藉由他們看了這個去之後 就是 不過那個影片可能是一個導彈 然後 接著我們看那個製作 他們知道 欸這個東西 我現在在眼前看得到 終於不是 真的不是微生 不是這種影片可以看到 然後他可能會覺得 哇 就是 就是在我的生活裡面 然後可能這個震撼力又不一樣 然後你有講的那個影片的話 他就會想要知道說 喔為什麼 我不會得到階級病 或是 對我想可能那個 激起的震盪會多一點點 其實我看到這個菌喔 我覺得很多培養影 然後放在一起很臭的 就是像我們實驗的時候 一個不臭 然後就會有很多人 就突然覺得喔 這些菌代國生活裡面的感想 這麼這麼的負面 對 然後 然後 還有再來就是 Cancel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 那個電影喔 因為 如果影響的話 因為其實我沒看過 對 就是可能會 我相信你如果把這個課也是 在同時刻畫 可能會成也電影 敗也電影 因為有一部分的同學 哇就是覺得你引起他之旅 或是有些同學就 不再了解他們這個 這個之間的關聯性 那我想說可能可以找一些 比如說 什麼 上甲伯斯啊 那個影響啊 或是 一些影視人員 好 就是這些 比較 真實的一些疾病 我相信有些圖片 可能引起恐懼 是第一種方法 因為引起恐懼的話 我們大家都會 foking在這個組織上面 那可能就不是像我們 上的課程一樣 就是 聽了某些方法 然後開始背誦這樣 可能可以 比較有真實的圖片 或是真實的影片 然後 讓大家看到 我不知道有沒有 實作的可能欸 就是其實有很多癌細胞 應該還是可以拿過來看 對 因為很多實驗都是用癌細胞做的啊 對啊 你可以就是 讓大家看一下 或是 有沒有什麼 我不知道 我想說 會不會有其他 思考一些其他實作的可能 讓我們有感受 可能比較難 就是 就是想要請你想一下 有沒有可能 這樣 然後 呃 就是你同學啊 就是因為最近那個什麼 就是電 就是吵得很兇嘛 電量吵得很兇 那我 呃 所以核能到底要不要幹 實際當然是我們說 還是要說 喔台灣應該說 我正在用在 耐核能的部分 這樣 然後 呃 這個部分其實 是我不知道的 對 那 除了我們去思考說 在這個課長上 我們可以接著去做一個電池 我們去做一些 這樣我們可以用 可以用各個大家的文化專業 然後去 試試看 等等等等 都是做不同的 就是去思考一個構想出來 你可以引導我們 去做一個 去 去 可能去想像一個 電池出來 然後 呃 突然就帶一個電池來 真的去操作的話 我想可能 只是生存性都會更實質 怎麼樣 不過我來挑戰一下 有人說 實作又怎麼樣 實作又怎麼樣 對 我也很認真在想這件事 對 可是 我就說 就算看顯微鏡又怎麼樣 因為 因為那個 柳先生要跟我們一個 新聞要跟我們一個顯微鏡 看一下那個細菌 這種細菌感覺長什麼樣 怎麼會突然 看又怎麼樣 啊 又怎麼樣 呃 我一直覺得 如果所有的資料庫 都可以從電腦 跟Google 跟Yahoo 陪我們的話 那我們就 必須要有學習到課堂 我們只要從這個 最大的資料庫裡面 得到學習到 那我們要合避 就是 特別走來教室 然後 去實作那麼多的部分 我想說真的有 不僅是畫面而已 可能 真的有 實體到我意見的時候 我的感觸是 是 呃 畫面嘛 我可以去碰到 可以去碰 而且不會有傷害 然後我看到一個 真正的實相 去 像我上個禮拜做那個 就是圖像給大家看的時候 人家會覺得說 欸 這是假的 可是我真的超過的時候 大家看的感覺就不一樣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會 我想另外自己說來的意思是說 那作為一個老師 自動同學經驗 體驗這件事情 那 是不是所有 我們要傳達的東西 都能夠透過體驗而來 那如果不行的時候 嗯 老師是 在你的這個邏輯之下 就是老師他就要想去 各種辦法就是 自動體驗這件事情 還是說 作為老師 他在課室裡面 扮演 扮演一個 嗯 應該比較 我覺得比較是說 同學知識的觸發者 就是他知識見過一個觸發者 而不是提供者 這個角色當中 那他提供的是什麼 是體驗 是知識 還是什麼 經驗嗎 對 你剛才的熱術比較是說 你覺得 一個老師在課室裡面 他提供體驗和經驗 這件事情是重要的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不是所有 我們要學習的東西 都能夠 提供體驗和經驗 都有老師來做提供 那或者是說 是不是所有知識 都能夠老師提供的技能 那如果不是的話 老師到底應該自在做什麼 那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 大家透過那個視角的過程 當你成為一個老師的時候 你只知道 我覺得有一個提醒 就是說 你其實反而沒有機會去看到 你自己那個很更生進步的 學習觀念是什麼 因為當你怎麼教的時候 其實你在反應你自己怎麼學的 這些事情 那所以很明顯的就是 你會覺得那個分類 或是那個知識的明星是重要的 那個反應的是 當你在說學生的時候 你就是會覺得 這些東西 我就是 我要搞得很清楚 就是那個 癌細胞的那些 十大特徵是什麼 我一定要知道 然後我要自己 去用各種方式去理解 或是經驗那十大特徵 或者是 我要把那個細菌搞清楚 到底它有哪些分類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是重要 對我作為一個可能 這個學科的學生來說是重要的 可是 我們就回來再問 一個更深的問題 就是說 這個對於學習 這個學科領域的知識來說 到底是不是最重要 然後 我自己反而會覺得說 第一個 那這個可以對於 我們個人的一個 學習觀念 多一個調整 因為我覺得那個東西 如果不調整 老師永遠在在 頂性的在傳遞某一種 學習觀念 因為同學怎麼接收 老師的要求 他其實就又會把那種東西 內 然後下一次他在教的時候 即便你們已經是 八年級或一七年級時代 可是感覺上你的學習觀念 並不分為早期 接受教育的人 有什麼不一樣 那即便教育已經多元化 就是我們現在居然強調了 教學的多元化嘛 所以我想我們會譬如說 可以代顯為敬 或是代顯 那個 那個我覺得比較 是教學方法的多元化 可是教學多元化不是目的 教學方法多元化會帶回來 還是你希望帶有一個更新的 所以 其實我會蠻想要邀請三個教學者 今天的教學者 第一個 大家都有評價字皮書 然後我很想要知道說 你們在勾那個字皮書 是你的那個資料的時候 你們 我覺得三位應該會有一些共同性 也許大家可以提出來 然後聖默就是說 因為這門課在第一輪的試教 我們其實是要大家去練習發問 如何把發問帶入你的教學裡面 那大家快要回顧一下 你們今天的教學 在發問這個部分 你們自己的著力是什麼 因為這個應該是在你 一些課程設計裡面都去做的事情 那這個也可以再帶到就是 那更前的階段 你再準備今天二十分鐘的試教的時候 你準備了什麼 你怎麼準備這件事情 那這個當然都是很下屁口的 等一些東西 可是它其實有 我會覺得說 如果我作為老師 我會 我們在設計課程前 我們會先問自己問題 我會有一些我他裡面 然後那些問題就是我接著 接下來在我課裡面 我要包給同學的 然後我要帶同學走 從那個論述的過程 讓他去理解這個知識 日本的產生 然後而不是已經是一個結果的東西 然後我們靜態的知識 用各種多元包裝的方法 然後靜態的去出現給同學 因為基本上那個就缺乏了可能思考的過程 就像同學剛才說的 那其實老師應該是觸發他去想 而不是怎麼樣 就是把東西塞給他 即便你用了很多元的方法 而且我想那個方法多不多元 不是重點 所以應該還是要拉到更高你的 那個目標之神 所以也許等一下邀請幾個同學 稍微談一下你自己的那個 準備的例子裡面 或者是剛才已經都交完了 那同學我想就是參與者 大家本身都會覺得說 今天的參與 其實是沒有什麼參與的 說實在 不過這個也是我們甜心老師的樣貌 所以你們只是凸顯了 可能過去你長期的教育經驗裡面 你接觸到量最多的老師的一些甜心 然後你在那個內化的過程當中 你就是這樣去做展現 那我想這本課 重點不在於展現的好處不好 而是說如果我們有這樣子的 insight 你不能就就是接下來回去 再想這些事情的時候 能夠改變自己的一些想法 然後這個想法 就會帶到你過去的教育 一起的地方